好,我们先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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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科去大家阿弥陀佛 看课本八十九页 是这里吗 好,三十七经 好,我们来看 他说有一天 佛在 亡舍城 摩羯陀国的亡舍城 迦兰陀祖远 迦兰陀长者 盖得竹岭金色 这个时候 尊者舍利佛 在领旧山 骑舍绝山 那么跟三十六经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有长者子 名苏如那 这个跟我们上一次讲的 这个三十六经是一样 不过他这里不一样的就是 他有苦极灭道 前面是没有讲到苦极灭道 好,就是前面这一段不太一样 那这个苏如那处处略有邪 从王舍城 这是佛住在王舍城 那这个舍利佛在领旧山 他天天就是可能从王舍城走到领旧山 那么到舍利佛那边 头面礼主去做一面 这个时候舍利佛就跟苏如那讲 那么 但是前面是 这个苏如那跟舍利佛讲 这不一样 那这个是舍利佛跟苏如那讲 前面是走到领旧山 那么 这个苏如那去问舍利佛 那这里是 这个到领旧山 舍利佛跟苏如那说 所以这两本经 照理讲应该是 同一部经 但是可能不同 但是看起来又不像是同一部经 那可能就是大家记忆的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说的同一部经 就是佛说的那一天 那么针对的苏如那说 就是舍利佛跟苏如那对话 如果照这样来讲 并且有两次 那还有三十八经 就有三十八经 他也是苏如那 好 那我们底下看 这个时候舍利佛跟苏如那说 若沙门婆罗门 于色不如时之 色吉不如时之 色灭不如时之 色灭道吉不如时之 由于不如时之的缘故 就是对于这个苦吉灭道 没有办法 如其事实的 那么什么叫做如时 一般我们常常在讲 实相实相 就是如其事实的真相 如其真相 那我们有时候常常在所谓 诸法实相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 诸法的这个真实相貌 那诸法实相是什么呢 诸法实相就是缘其相 如果从大圣来讲 他就是必尽空相 那这个有时候把它叫做一真法界 就是有时候他就是用法界来代表 法界有时候就代表实相 那因为他是唯一真实 不可思议的 那么所以有时候叫他一真法界 那因为这些名词很多 尤其到了布派的时代 佛法有很多名词 那其实是在描述同一件事情 那我们有时候会 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 没有汇通的话就有一点点乱 特别是 比如说我们讲说 到了这个大圣集训论 他就讲所谓的正念真乳 那这个又 又 正念真乳 其实就是观诸法实相 就是阿罕经里面的如实之 如实见 如实之苦即灭到 就一切法 这种就是说 如果你这边读那边读 那有很多名项其实 第一个是翻译的问题 就好像说我有十六种我 有十八种空 那其实他是在讲同一件事 那这个身心 有时候说五韵 有时候说六处 有时候说六见 他也是在讲同一件事 那这一些我们读过书之后 都要把它稍微做 汇通跟整理 不然你就会乱 这个其实是 就是说要习惯你 就是你读到这个 就要记得 你前面讲过什么 或是哪里有些什么 它是不是一样的 不然你就 就会有一点点不太清楚 就好像这个 出家里有很多名字 有时候内号、外号、绰号 一大堆 那其实我说的那个就是这个 这个说的那个就是这个 那你一样 那我们的 这就是什么 而 我们说的那个佛法的名项 有时候也是这样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它这里是 也是阿含经里面很典型的 常见的常用句 阿含经有很多常用句 就是说你到很多 就是前面后面 那么你基本上都会看到 同样的句型 同样的句子 那尤其像这个 射不如时之 射几 射灭 射灭 射灭到击 那这个射其实就是 其实它就一定包含 讲到射 后面一定是连着受想行事 那其实它就是 于五蕴 不如时之 那五蕴的 五蕴的积极 就是五蕴的行程 不如时之 那其实这个就是你 如果能够见四弟 那么你就能够怎么样 你就能够得解脱 见四弟一定是见元起 所以四弟元起中道 它是同一件事 做不同层面的说法而已 那这个你要知道 所以有时候你说 佛初转法人到底是讲元起 讲中道 还是讲四弟 那其实是同一件事 我们这样来看 元起 有因有缘世间起 有因有缘世间面 这个世间 就是五蕴 从另外一个来讲 世间是苦 苦 有因有缘世间起 这个就是苦跟起 苦跟起 有因有缘世间面 苦面 它一样是五蕴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这么说 苦疾灭道苦疾灭都可以 那么这个有因有缘 就是道 八正道 或是讲我们三十七道品都可以 那么以八正道而能够灭苦 那这个道就是有因有缘 这个世间苦和灭 一八正道而灭 那有因有缘 这个是世间起 这个是烦恼 夜 烦恼 造夜 由这个夜 而形成这个五蕴 由烦恼 由夜形成五蕴 由烦恼 由烦恼形成夜 那么这个烦恼的根本 是我见我爱 我们叫做无名贪爱 这个就是无名跟贪爱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而造作种种的烦恼 起种种的烦恼 那烦恼造夜 夜感召五蕴生心 就是所谓的世间 那么五蕴生心形成苦 所以叫做 那么 存到五蕴聚集 就是这个苦生 这个生 那基本上五蕴生就是苦 五蕴它就有所谓的生 生到死 生到死之间有老 有病 有怨证为爱别离求不得 就种种这些 有这一些苦 那其实它是从不同的层面去说 我们这个生心世界 那这里就是缘起 这个叫做流转的 这个就是缘灭的 流转就是生死流转 缘灭就是生死不再流转 那缘灭就是你要追溯到前面去 那 无明灭则行灭 重点在这里 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世灭 来自于老病死又悲苦老妹 那么 这个 这个 五蕴生它就是存大苦聚集 所以它经典里面讲 存大苦聚集 那因为这个聚集 所以也叫做运 那这个集 集就是这个 就是有阴有缘世间集 就是因为有烦恼有业 所以有这个世间 有这个五蕴生 那有阴有缘世间面 这个道就是这个 那这个集就是这个 这个烦恼业 就是这个 那 你这样来看 那所以它基本上 你要如实正见 这个 如实之 它这里告诉你如实之 现在是五蕴 而五蕴里面它从色开始讲 色受想行事 如实之色 如实之受想行事 它绝对不会只是讲 如实之色而已 因为它全部说 但是用色先来讲 因为五蕴 五蕴就是色受想行事 五蕴就是色受想行事 其实你们自己回去 就把这些东西关系整理好 自己也可以画一个图 我们叫做科判 自己画一个图 然后看这之间的一个关联 我一直强调就是 就是我们学法要法跟法要汇通 就是不同的说法 其实它是在做同一种说明 不同层次的 好像你要到一个目的地 你先会研究哪几条路线 那其实它是通的 这条路跟那条路哪边有通 这条路跟那条路哪边有通 色受想行事 那现在跟你讲的就是如实之色 那如实之色后面一定有如实之受想行事 所以习语词就是如实之五蕴 那就是如实之这个身心的状态 那身心到底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要了解 身心的现在的状态 它就是苦 它一定有生有死 它一定有生有死 那这个叫做如实之色 后面是如实之 它从这里讲如实之色 如实之急 如实之道 灭 如实之道 是灭道姬 那看起来好像没有讲如实之苦 其实就是如实之苦 因为五蕴 它就是五蕴色受想行事 它一定有生有死 有老病 有怨证慧爱别离求不得 那这个是五蕴 它代表的就是存大苦蕴俱 所以你要如实之这个世间是苦 那么苦是因为无常 所以 经典里面常常讲无常故苦 那苦你再去研究 就是苦就是无我 那当然 你知道苦跟你要灭掉苦 这个是两回事 那你知道苦 你还要知道怎么样灭苦 灭苦的方法 就好像说你知道无我 跟你正得无我 这是两回事 那你还要知道我要怎么样去观才能正得无我 因为你知道像我们现在都知道 其实五蕴是无我的 它无我是无我 那只是观念上知道而已 你要怎么样正得无我 它必须要有方法 而且要持续用这个方法 而且要用到一个层次上 你才可能跨越那个瓶颈 它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 因为它这个跟三十六经比较不一样 就是它前面 三十六经是 苏鲁纳去问舍利佛 三十七经是舍利佛去跟苏鲁纳讲 要如实之色 如实之色疾 色疾就是 如实之苦疾 这五印身心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这个身体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是正在这个样子 那它接着 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延续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 因为它到最后有一个结果 就是什么样 就是死嘛 死后为什么因为在神 那这些到底都是谁决定的 怎么来的 其实从古以来都有人在问这种问题 从古以来 我们看那个屈原的驴烧 他也问这个问题 他不是有个天问吗 里面有几百 一百 好像不知道两百多三百多问题 我就忘了 他也问是谁决定的 很多问题都是谁决定的 听说天有九重 谁看见了 那谁知道的 听说地的尽头有四根柱子 那要谁知道的 你看驴烧 驴烧很难读 驴烧比庄子还难读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 从古到今 从中到外 多有人在问这种问题 所以哲学家也蛮多的就是在探讨 生命怎么形成 世界怎么形成 重点不外乎这两个 就是世界是怎么形成的 它最终会怎么样 生命是怎么形成的 最终会怎么样 那研究世界怎么形成的 那世界有多大 有没有尽头 它一开始是怎么样 最后会怎么样 这个是科学家在做的事 研究生命最初是怎么来的 那有哪些生命 那或是说 生命最终会走向哪里 它的根本是什么 这个是哲学家在探讨 那大概就是不外乎这两个 世界有多大 那生命有多广 有多少 那么因为生命就在世界中 所以基本上 从古道军都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那印度 印度一样跟中国一样 都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只是印度很多数的人 印度的哲学非常发达 中国也是一样 同时间 同时间 印度有96种外道 中国有朱子百家 一样 只是说到了后期的发展走的不一样 印度那一些 瑜伽外道 或是佛教 或是这一些 他在这一部分 他大量的发展 尤其修订的这个系统 修戒修订的 但中国秦朝之后 遇到秦始皇 焚书坑武 又遇到汉武帝 这个霸处百家 所以这些思想就开始就没有那么 就比较不走向这一边 就比较走向实际人间的 就奴家这一套 那么印度就不一样 一直发展一直发展 尤其佛教 发展得也很快 那 这个就形成所谓的不同的思想系统 那要不然 如果依照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看 他也有可能 慢慢慢慢 如果以老子的这一派为主来发展的话 那么他也有可能慢慢 类似走向 走向这个解脱道 是有可能的 但是因为奴家是重视世间的 那道家比较还重视 道家跟道教不一样 道教是化福禄鬼神教 那个不是 道家 道家还比较重视出世间的 那这个是佛陀讲的 就是他有僧团 有留下教法 跟没有僧团就有差别 老子没有僧团的 老子一个人 留了一本道德经就走了 那所以 我们来看印度的这些 他基本上都在探讨这些问题 这也就是生命的问题 我们静下来的时候也会想 我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就好像这个顺世皇帝 善生诗里面的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后我是谁 那么长大成人方是我 何言朦胧又是谁 那基本上都有这种问题 有时候我们坐下来 静一静想一想 有时候要这样 因为我们常常在听这个杂喊 那杂喊讲来讲去讲来讲去 就是无我无我手 那这个要观这个摄受想情事 过去现在未来 恋外好丑出息远近 不是我不欲我 不相债 或者都是讲这些 讲来讲去都讲这些 从目的讲 没有 那你有没有曾经说 你晚上睡觉之前 或是心静下来 一个人静静的时候想一想 那谁是我 那我是谁 有没有曾经这样 然后想 那你想一想 你会往哪边想 就是说那谁是我 那我就是我 要问吗 我就是我吗 那我是怎么样的 你是什么名字 比如说我是卢正 卢正是我吗 那之前呢 那还是 那我换一个名字 那我还没出生之前呢 我是懒得吗 真的是懒得吗 懒得是什么一种概念 那么这些 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 那我又怎么来的 佛说无我 无我 能够知道无我的那个又是谁 知道无我的是谁 无我嘛 知道无我的又是谁 那认为是我的又是谁 那所以这种 有时候你还必须要这样稍微想一下 那慢慢慢慢你再来读这个扎喊 因为你如果完全没这样想过 那就是 他就是 那就是过水而已 就是你没有深入过 你不深刻 你不深刻 这一些就是 听起来就是 好像雾里看花 发灰花 雾为雾的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远山看 有一点轮廓 但不清楚 有一点概念 但不了解 但是我们有时候学习的方法会这样 那你必须要突破 你不能长期在这种 远远的看一座山 知道那是一座山 但也不晓得山里面有什么 不晓得 我们只知道无我是一座山 一般我们讲我既然是一座山 那一样 那无我也是一座不可跨越的山 那我们只知道佛说无我 但不晓得到底什么是无我 那无我到底是什么概念 有时候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必须要 有空的时候 你要坐下来好好想 真的照佛说的去观这个受想行事 那么好好的想 那么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一种机制 就是先这里是告诉你生死怎么来 从生到死 就是你也不用讲从生到死 你就从你早上起来 开始有知觉 认识这个世界 不要讲从你出生 就从你早上起来 你睡觉了你就做梦了就不管了 有梦没梦不管 就起来之后开始认识这个世界 到你晚上睡觉合起来 已经失去知觉了 那明天早上又起来就这样 那么睡早的时候你在哪里 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你在这里 可是睡早的时候你在哪里 你那个我也睡早了吗 我是觉得说我们像我们读这一些 读而读去读而读去 我们会觉得重复读 读到也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 反正这个我知道了就是无我 那个不是我不亦我不相在吗 非我所 就是这样讲过讲去都是这样 可是这个如果你开始已经对这个名词 已经有一点点就是 稍微麻痹了 就是说已经 这无我无我我知道 那么你慢慢就不会去深入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即使讲像这个也都是 我们叫做常用句 常用句就是 它不断地重复这一些 但是就好像我说的 我们就从无人念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 色其是空空其是瘦 我说讲其实英文是 念到反正就是念嘛 念到自然就好像就会知道 没有 你没有仔细去思考过 什么是色 什么是色 什么是意 什么是空 那所以你要深入必须要会通 会通就是对于所有的法 这个原来就是这个 这个原来就是这个 慢慢慢慢 广而且深入 那所以 基本上它叫你如实之 就是如其事实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表象 见这个象而已 比如说色色小形式 那个是一个象或是性 但是我们会有一种 有一种错觉 这种错觉会觉得它是 因为长期以来的直起 会造成一种 一种错觉 就好像我们眼睛耳朵 看的东西跟听的东西 也会有一点错觉 那么我们会认为 看到的是真的 我们会感觉 我这个感觉是实在的 慢慢慢慢就习惯了 就习惯了错觉 那么把错觉当成正觉 就是说我看到的是实在的 那把表象 把表象误会成真相 就会有这种习惯 那这个其实是不容易改过来的 那怎么样能够改 其实就是要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没有其他方法 所以我说有时候要 为什么我们要禅修 禅修就是北洋那种专注 那么所缘 你看这个所缘 非常的清楚 看得很专注很清楚 那等到你这个心培养成完了之后 你那个所缘就变成什么 变成无我 观这个无常 所缘就观到无常无我 所以你看四念处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这个都还不是 这个只是先培养 或是观呼吸 先从观呼吸 呼吸出呼吸入 然后慢慢观这个身 身不尽还不是实相 不是它不是实相 实相非尽非不尽 但是就慢慢观无常 观无我 但是你实际上真的真的无我 其实你也知道 非我非无我 非我非无我 也不是无我 因为无我 无我不是 就是我跟无我是两边 我跟无我是两边 那一个是长 一个是断 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执着常 那佛说的这个无我 也可以说是无我 但是这个佛法 无我是缘起的无我 那不是断灭的无我 所以这个慢慢慢慢 你必须要深刻 深刻没有其他方法 深刻的观照是修 文师修的修 深刻而有力的观照 我们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方法 就是一定其会 一定其会 那么有力专注而深刻的观照 所以他才会讲 照见五蕴皆空 那么你必须要反复的思维 我们说过三种思维 专精思维 奴理思维 硕硕思维 没有其他方法 那么你的禅定的培养 不过就是你的所言非常的专注 然后渐渐正到心一尽性 定就是心一尽性 那么你的心一尽就是你这个尽 是无我的 是在观照无我的 那么你就容易 那这个也不是平常 偶偶打个坐就可以 不是 平常坐下来的时候 就要想这些问题 就是说 你也不要读很多间 就是一步间 然后你针对你不懂的那个地方 不断的去突破 不断的去突破 你必须要这样 要不然上课 你就是把阿尔经全部看过了 那么 那么你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消息 历史上 越障的人非常多 越障 就是读大藏经 把所有的大藏经都看过 非常多 但是真正读完大藏经 能够有甚深体会的也不多 也不是读多就好 能够信顺导师越过障 但是能够像他这样看了 就能够掌握那么多的不多 重点在思维 重点在思维就是 你看了之后你有没有深刻深细的去想 那这个法跟法之间你有没有办法会通 会通了之后你有没有办法跟你的身心会通 因为它重点就是在讲你的身体 讲来讲去 不管是一切法 一切法都是在讲你的身心 说起来就是在观照你的身心 那因为你的身心 你的身心的变化 多数多数依于境界而起变化 身心多数依于境界而起变化 过去的境界 现在的境界跟你对未来的希望 那多数是依现在的境界而起变化 源于过去 那么对现在的境界而起种种的变化 所以才会讲六层六处 内六处外六处 才会讲这个 一切法不离开 对身心的如十字 就是这里讲 一切法不离开 因为一切法就是十二处 一切法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戒 没有其他的 那么其他的境界的存在 如果跟你的身心没有关联 那么他就是对你的产生的作用不大 那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身心的问题 身心苦的问题 现在讲如实之苦 我们来看一下清闻 因为像这种常用具 我们看来看去看来看去 会变成很熟悉 很熟悉我们就容易 熟悉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不深入的话你就容易忽略 这个很熟悉就忽略掉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不断提醒 你要把它深刻 因为熟悉而深刻 而不是因为熟悉而忽略 我们跟人跟人之间也会这样 因为太熟悉了就忽略掉要彼此尊重 也会这样 因为太熟悉就觉得省掉很多礼 就是你因为越熟悉你就要越深入 你就要越尊重 那么基本上一样我们对法也是这样 不要因为太熟悉了就忽略掉 这个如实之 反正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到底是怎么样你也不清楚 所以我们先来看 所以他说沙门婆罗门 现在这里有四句 叫做以色不如实情 色其色灭色灭道尽 这个其实我们就要讲 它重点就是这样 如实之 我们说这个如实其实就是实相 就是一切法的实相 如其事实 那事实是什么 就是一切法的实相是什么 实相就是如果一阿罕军来讲 就是无常相无我相 如果一大圣经或是中观来讲 就是必尽空相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 如实之 色 吉 色 不是色吉 色 如实之色 色吉 应该是这样 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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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 不是之 不是这样 應該是 應該是 如实之色 色 色吉 色灭 色灭 色灭道尽 那这个我们就说做苦吉灭道 色灭道鸡 有时候叫做灭苦之道 这个灭道鸡就叫做灭苦之道 苦灭 所以重点 受享行事亦复如是 受享行事亦复如是 这个是色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色气就是无韵 其实就是神行 其实就是我 就是我 我为什么会受苦 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在受苦 就好像天人 天人升到天上 第一个会先问 现在是在哪一天 现在是在哪里 我在哪里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就是我照了什么月来到这里 他也会问这个 就是你忽然间醒下来 我现在在哪里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一样 苦吉灭道 色 色 后面就是受享行事亦复如是 当他讲这个色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讲色 讲无韵 在讲无韵的时候 其实不是在讲无韵 在讲苦 在讲苦 因为无韵是苦 如果没有苦 无韵就无韵 所以 他是无取韵跟无韵不一样 佛陀也有无韵 舍利弗 穆见年阿罗汉也有无韵 但是他们不是问题 因为他们这个无韵生完了之后 他不会再受苦 而且即使这个无韵生还没完 叫做友谊涅槃 他也生苦心不苦 那我们不是啊 我们是身心 身心交迫 八苦交间 那么这个苦受完了 下一个苦就准备等待你了 那这一次的苦受完了 下一次的苦已经等待好了 要让你再受苦了 那你就说 我们的问题比较大 所以 这个就是沙门婆罗门 其实就是凡夫 那有时候他会讲 假设你没有办法这样知道 或是说 他直接讲 于痴无吻凡夫 于色不知 于瘦不知 于想 于想行事不知 或是说 于色色疾 色灭 色灭道疾 不如实之 就是这样他告诉你 你因为你没有如实 那怎么样才能如实 如实就是如其事实 一切法如其事实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实相实相 实相就是他的真实相状 或是叫做实 或是叫做实性 那么就是如其事实而了之 就是说他应该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 这个身是无常的 他会生灭的 你却认为他是常的 那么这种就是不如实 那你要如实 你还必须 第一个有智慧 就是有无肉的智慧 还不是世间的智慧 但是你从有肉到无肉之间 你不可能一开始有无肉 你从有肉到无肉之间 你要闻熏喜 所以为师他就种这个 他说我们这个阿拉耶士 我们这个阿拉耶士 就是叫做义熟士 义熟士是杂染的 杂染的心怎么可能变成清净的 你要有清净心的种子才能变清净 你这个是杂染心 你从来没有 你从来没有清净过 你从来没有清净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无肉过 没有清净过 那怎么可能解脱变成清净的呢 它怎么来的 从多闻熏喜来了嘛 最清净法界等闻熏喜嘛 从这边来的嘛 所以这个是什么 就是你听闻无肉法 听闻佛说的解脱法 听闻佛告诉你 要怎么样得解脱的这个法 那么他要闻熏喜 就是要多闻熏 阿兰经里面讲的就是 如理思维、塑塑思维、专精思维 就是你要多闻熏喜 不断不断的 从你听过之后 你不断不断的熏喜 好像你点香 点一次没有那么香 只是闻到香而已 你点了一年 你这个衣服 假设你都穿海青 那么你这个衣服就沾了很多的香 你不点也香 你那个茶壶泡一次茶 那个就是茶香而已 泡了十年的茶 你不泡茶 你泡水那个茶壶都会香 那个水都香 那么也是一样 我们的意识里面 他要闻熏喜 一开始你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虽然是以有我的心来思考无我 但是这样的观念 虽然有我的心来认知无我 但是他还是可以屈辱无我的 所以有肉的心思维无肉的法 虽然还是有肉的 但是他见相无肉 这个见的过程就是要不断不断的思维 那天文思维 那么专注的思维就是修观照 那么所以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 实相般若 那波罗经也是这么说的 那这个只是这个观照有出有浅有深有细 那你专注的观照跟泛泛善心的观照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理解到这一些 它基本上就是如其事实的知 色受想行事 那我们说过 这个是印度的一个分法 色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受就是我们的情感感受 不外乎是苦乐 不苦不乐 那多一点忧喜 就是这样 那么想就是印象 这个是认识作用 这个是情感作用 这个是意志作用 通常我们在抉择 很多事情都依这个 这个是了别作用 那这个了别作用 放在眼睛叫做眼视 放在耳朵叫做耳视 就变成六视 那这些根成事就产生 所以我们依境界 这个是根 这个是事 那么在面对境界就产生 受想师 大概是这样 那你把这个过程整个 把经典讲的 然后再把我们今天 假设你 假设因为我们每一天 都会面对很多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有好有不好 通常不好 不好的事情 我们会比较静下心来想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现在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它是怎么发展的 那我现在要怎么样 好好的来解决这件事情 或是面对这个人 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会带给我们烦恼 那这个你遇到有烦恼的时候 其实佛法教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会遇到很多境界 包括舍利弗目见人都一样 包括佛陀都一样 他每天遇到的不都是好的境界 找他挑战的人可多了 毁谤他的人可多了 陷害他的人可多了 我告诉你 但是即使是他的弟子 他不一定能够讲得动 讲得听 他要怎么样面对这个境界 那我们要学习这个 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 先想一想 先习惯这个 习惯这个武运 然后慢慢才如实之 你连色受想形式都不知道 你怎么样如实是色受想形式 那这一部分我们基本上不太清楚 比如说我们今天 假设我们去上班 有一个人故意找你麻烦 那么你刚才很烦恼 但是你在烦恼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一下 佛陀说受想形 那这个受 我现在这个感受很讨厌 苦受 那我这个苦受加深我对这个人的印象 因为他让我受苦 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不好 我跟他贴标签 我跟他定义 那我这个印象有没有连结到过去的 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有没有不好再加深 还是本来是好的 现在不好把它覆盖上去 然后我会期待这个人未来怎么样 然后或是我期待以后见到他我要怎么样 那不就是过去心 现在心未来心吗 那你好好想一下 你这个受就引起你种种的印象 感受的深刻影响你印象的深刻 然后再让你产生抉择 那你决定要反击他 决定要怎么样 那么这些就是行 那么这个又加深你对这个整个过程的了别 那慢慢慢慢你静下心来想 所谓的色受想行事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的色受想行事是怎么一回事 好 那先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 那么你慢慢才能够如实之色 然后你也才能够观色过去 现在未来内外好丑出息远近 你不用每一个都观 你只要能够找到几个 你把它看清楚 那么好跟丑 内跟外 远跟近 你不用每一个每一个都看清楚 你只要从一面看清楚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才要每一面看清楚 丑格力来讲 当然你从各个角度看你就越能清楚 比如说这朵花 你如果熟悉的很清楚的 那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叫做蝴蝶狼 你不用这边看一下 然后这边看一下 然后这边再看一下 然后再下面看一下 你不用看那么久 对不对 但是你不知道的人就要看 你不清楚的人就要看 因为花也有很多种 那有些很相似 那你不是很清楚 你就要看得很仔细 但是你如果非常清楚 很熟悉的 你一看就知道 你不用从各个角度看 那这个仙也一样 你如果能够知道 过去、现在、未来 这些仙怎么个变化 那其他的变化差不多也是一样 它不是那么实在的 它都是由各种因缘 你的心勾引起 就是你的心伴随着过去的烦恼跟业 加上现在的境界 然后还有你对于这个境界 或是你习惯的反应 可是你自己习惯的特性 然后加上去 那么这些就形成你未来造业 或是未来造善业、造恶业 解脱不解脱的因缘都在这里转 那么色受想形是不断不断的转 那么这些就变成有因有缘是间集 不离开烦恼跟业 因为造作施之后就有业 那受想形它就有烦恼 那么这些之后 那么这些烦恼里面不离开 是以我见我爱为根本 一定是带着无名贪爱的 假设其中没有无名跟贪爱 那么受想形造的业是不会招揽生死的 佛陀也不断在处理事情 他一样有受想形 但是他没有辞取 没有加入这种烦恼的因素在里面 那我们要不加很难 但是我们会尽量克制不要加太多不好的 然后给他加入一些好的 然后渐渐转、渐渐转 那你为什么知道 你这个时候不能加不好的 那因为你的心渐渐如十之 就是你开始慢慢了解 这个过程 其实很多的决定 就是说我们决定起不起烦恼 决定造不造业 很多是决定在我们自己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造什么样的业 对我们才是真正比较好 这一点我们常常都被表面的现象门片 我们会觉得 比如说我现在被他骂 我很苦 我很苦 我要让我不苦 我就是把他骂回去 我就觉得很爽 就这样 那这个就是表象 我们会觉得这个才是对我好 那事实上 这个对你没有比较好 第一个,你增长了你的嗔恨心 你造了恶业,恶口嘛 那么你对于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因为你骂了他之后 他也许会为你造来很多障碍 他也起烦恼 那变成就是本来是你自己造业 那除了你自己的恶业之外 你还有跟他共业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也不是没有 那这个部分后来很容易形成新的障碍 那么 因为这样的共业的部分 你跟他有恶缘的部分 这个恶缘 很容易又招感你的恶心 那么又就是起烦恼 又造恶业 所以就不断循环 不断循环 这个叫有阴有缘是间期 所以叫做获业苦嘛 这个叫做获嘛 获 然后获业 然后业受五暴 受这个五蕴生 获烦恼中 这个是烦恼 获的根本是这个嘛 获业就产生这个叫做苦 获业苦 获业苦不断循环 没有停过 现在 你是带着烦恼的 带着业的 带着这个五蕴生的 但是 你开始 在这个业部分下手 多造善业 不造恶业 那个善缘多了 少起烦恼 多起什么 戒定慧的心 所以叫做熄灭贪嗔痴嘛 勤修戒定慧 那么克制烦恼 调伏烦 那么慢慢慢慢 这个东西增加多了 就是我们叫做 法界清净等流 就是你 你不断不断的相续 相续 像河水不断流 不断流 你那个善心 你那个清净心 不断相续 不断相续 我们的问题在于 就是我们的烦恼心 相续等流 我们的清净心 清常断流 基本上在这里 所以你如果能够做到 念念相续 就是你让你那个相续的心 就是不断不断的 就是不断不断的 那么就算不多 但是你相续 久了久了 这边就有力量 这边就有力量 那 那 依然是有因有缘 世间谨 但是你不再 不再感觉苦了 就是说 依然你遇到很多境界 这些境界 仍然会引起你的受想失 那也会让你感受到苦 但是 问题在于 你不再因苦而起烦恼 不再因为起烦恼而照应 所以 现在的苦受完了 未来不会再受苦 或是现在的苦受完了 未来不会受同样的苦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学习这一些 像阿含经这一种 我们看起来好像比较深一点的经典 其实真正你把它了解了之后 其实不深 所以你感觉到深是因为 你从来没有如此地 观照过自己的身心 你没有如此观照自己的身心 阿含经不过就是 观照自己的身心而已 那么你没有如此观照过 你通常都是随着境界 随着境界在浮动 那境界是怎么样的 你就怎么样 境界好你就好 境界不好你就不好 境界多你就散乱 境界少你就无聊 反正就是这样 那通常都是不断在境界里面 转啊转啊转啊 转啊 转到你也不知道你是谁 那你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反正久了都是这样 你只知道面对境界来要处理 你其实也不知道 没有静下心来 现在是什么状态 要用什么方法 比较能够圆满的解决这样的问题 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即使有也是顺着世间的想法 而不是顺着解脱的想法 顺着造二月的想法 而不是顺着 这个要让你得解脱的想法 那这个其实很重要 苦其灭到没有那么难 那我们常常就是说 苦 就是如实 这里就是四个而已嘛 如实之苦 如实之苦 如实之苦极 如实之苦灭 如实之灭苦之道 如果我们这样看就是这样 如实之苦 如实之 就是问题嘛 苦就是问题 如实之苦 因为受众讲解就是苦嘛 如实之苦 如实之苦极 如实之苦灭 如实之灭苦之道 其实只是这样 那苦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 就是问题 小苦大苦 深苦辛苦 那么自己的苦 大家的苦 那么问题 如实之问题 现在是什么问题 如实之问题的真解 因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那么如实之苦 要把问题消除 就是你要知道 要怎么 你要有一个心 就是要 先要有这个灭到自己才能灭 就是 这个要怎么样的 这个问题 要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 那么 如实之苦灭 这个方法 这样用了之后 有没有彻底的解决 解决掉这个苦了 解决掉这个问题了 还是这个问题表面解决 实际上没有解决 那个就是没有如实之灭 那这个苦极灭到 运用在我们的生活 其实是非常好 那你再配合缘起 缘起就是 苦极灭到很深入的 深入的去看 无明原形形原始 你归咎到最后 一定是跟自己有关系的 问题的真结 多数在自己身上 就是苦 问题不是自己造成的 但是苦一定是自己的 那么你会有这种苦受 根结一定是在自己身上 你在从这个地方 依然是有问题 但是你不会感到苦 就这个部分你要很仔细的 很绅士的去理解 我们先下课